俄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 俄空天军打击了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克兰第24机械化旅 乌方损失的兵力已达2500人 占这个旅有胜利量的60% 俄国防部还指出 在俄军打击下 乌军第79空降突击旅损失了80%兵力 据乌克兰24频道报道 自当地时间7号凌晨起 乌全国大部分地区拉响了防空警报 有居民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俄军导弹 飞过尼古拉耶夫州上空的照片 以及哈尔科夫州遭到攻击的视频画面 目前乌方尚未通报 俄方打击的具体目标和损失情况 另据乌通社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 已建立对黑海蛇岛的实际控制 所有参与执行这项任务的军人 都已全部返回 俄国防部则表示 7号凌晨 乌克兰士兵从一艘摩托艇上登陆蛇岛 并与国旗合影 俄空天军一架飞机 立即对蛇岛实施了导弹打击 一些乌克兰士兵被打死 残余力量已撤出蛇岛 7号乌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 乌俄双方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联系 处于暂停状态 只有当乌克兰获得了一定的战术胜利后 才有可能做到谈判桌前 卢干斯克全境被俄军控制后 双方争夺的焦点将转向哪里 备受关注 7月5号 斯拉维杨斯克市市长曾表示 该市已经成为最前线 乌军正在组织城市防线 当地时间5号 芬兰广播公司公布了一组商业卫星照片称 经过与今年5月的卫星照对比之后发现 俄罗斯已将部署在阿拉库尔纪基地的 大部分装备撤走 有军事专家分析 这批装备很可能经铁路被运往了乌克兰战场 对于芬兰媒体的报道 俄方尚未作出回应 但据俄媒报道 北方舰队近期的确组建了一支新的部队 准备派往乌克兰 而据乌媒透露 乌军的防线主要沿东西两条线展开 西线以斯拉维杨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 两座城市为中心 东线则以谢维尔斯克 苏勒达尔 巴赫木特为依托 另一方面 乌军也在加紧调集装备补充兵员 乌军的步兵战车正在增援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 支撑下一阶段作战的乌军员员中 有一部分刚刚从利西昌斯克方向撤离 在外媒的镜头面前 他们显得十分疲惫 并抱怨丢掉卢干斯克的一大重要原因 是武器装备落后 对于俄乌冲突 西方内部似乎已经形成了共识 那就是无法在短期内结束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此前曾表示 俄乌冲突可能持续数年 在这一背景下 欧美多国开始加紧研究这场冲突 为未来做准备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西方各国的国防部门 正在从武器装备 战术及后勤补给等多个方面 对俄乌冲突加以研究 6月刚刚上任的英国陆军参谋长 帕特里克·桑德斯就表示 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俄乌战事 我们已经在学习并做出调整 我们将重新思考如何作战 美眉称 俄乌战事给西方的军事决策部门 提供了大量可借鉴的经验教训 首先随着科技的发展 西方很多人认为 定点清除这样的打击模式 已经成为战争的主流 但俄乌冲突 尤其是4月中旬开始的顿巴斯之战 却成为一场有火炮和火箭炮等 传统重型武器主导的消耗战 美国国防部前分析师 陆军军官比利·法比安就直言 现代战争也许并没有那么现代 英国陆军参谋长桑德斯也举例说 网络技术再发达 也无法替代人员渡河 冷战时期 西方曾用数量及质量这句话 来形容苏联的军力 意思是说 即使在其他环节都表现不佳的情况下 光靠武器弹药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 依然能够在战场上取得进展 俄军近期在鲁干斯克取得的进展 就是典型例子 有西方专家指出 俄乌冲突给西方敲响了警钟 以M777火炮使用的M795炮弹为例 2022财年 美国陆军预算中 只拨款采购了75357枚该型号炮弹 而7月1号 拜登政府批准的最新一轮对乌军员中 一下子就给乌军提供了15万枚 也就是说 仅仅一轮军员包含的炮弹数量 就相当于美国陆军近两年的使用量 华尔街日报还指出 无人装备等新兴科技 的确改变了战争的面貌 打破了陆海空等传统作战空间之间的界限 事实上 近年来多遇作战 甚至是全遇作战 已经成为美国等国军力发展的重点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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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